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微星闲事及各位视方善知识 床卫是让我们灵魂能够安住 我们要荣日自然 荣日你在地球 南北极 他的磁场引力 若是我们违背了磁场引力 那我们睡起来会很累 好像永远睡不饱 或是睡了 起来腰痠臂痛 各种的问题都出来了 有如东西四命之说 这个是头 这边 脚头这边 一个是东四命 西四命 两个人睡了 光闻这个臭脚 就没有办法入民了 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一张床 是要让我们的生活 习性 我们的磁场 要融为一如 那就是再造病 再重新创造 新的身体健康机能 所以床位啊 是非常的非常重要 不要等险四肢 总而言之 古代的床 和现代的床 完全不一样 但是最重要 就是以人 睡的为主 而人的生命是活的 细胞是活的 人会花出 能量 和地球磁场 的反应 会融在一起 融为一如 那我 你睡了 就会健康 就会心安 昏安 若是 我们 摆错了 就会影响到 睡觉起来 患得患失 或是永远睡不饱 或是睡得就睡得太饱 所以一定要恰恰好 曾经我们有信徒 他奇怪疏忽 我睡觉一睡 到天明 还爬不起来 为什么原因 我说你已经违背了 磁场的反应 你的床位睡错了 头顶 是不是 你有什么特别的 障碍物 有 后边是一个肉水炉 肉水炉 一烧 然后 他头一睡觉 就像这样 这里的肉水炉 这里的肉水炉 在这里 呼呼呼呼的 因为我们的头 头顶是阳电 头是阳电 脚是阴电 这阳电 这阳电乱流了 乱流了电 所以 你睡觉 就违背了 就违背了 平衡法则 这个各位要注意啊 你 是阳电 帝 这阳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